在韩国仁川这边帮他做生意 然后我以前是学生的时候 我就去那个学生教会 也是中国鱼礼拜 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见证的环节 因为对于一个就是对上帝一点不了解的人 我唯一能听懂的就是大家做的见证 我当时有一个见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当时有一个小学生 他交不起学费 他就找教会的另外一个朋友寄钱 这个朋友转账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账号说错了 就转到另外一个人账号上了 哎呀这这个小姑娘哭的呀 我已经没钱交学费了 然后你把钱转错了还是因为我 然后一顿哭 但是他说在哭的时候 他就听到上帝的声音 上帝跟他说 他说可能你转错钱的这个人 比你更需要钱 比更需要这笔钱 他一下子就觉得感觉好受多了 他就跟他借钱的这个朋友说 你不要担心 这个钱是因为我才转错的 我会把负责把这个钱还清 咱们俩现在一起去银行 看看能不能把这钱找回来 找回来了也是祝福 找不回来 我们就当时帮助了 比我们更需要钱的人 然后我跟我老公 乐生意的过程中呢 也会遇到一些客户 就是比如说你把货发了 他吃吃给你把钱 或者呢欠了你的钱 你跟他要吧 他说今天给明天给 然后一直就是拖呀拖呀 我当时就是如果说 我没有听过这个见证的时候 我心里会非常着急 非常不安 但是我一想 可能这个人 比我们更需要这个钱 然后让他慢慢还吧 然后我的心情就会缓解了好多 可最后这个小姑娘 把这个钱要了回来 然后我也发现 我有了这个心态以后啊 上帝在别的方面 也帮我把这个钱赠回来了 虽然不是这个人直接还的 但是上帝给了我其他的机会 给我的其他的客户 我就把钱赠回来了 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 后来呀就是大家都喜欢 特别喜欢做结证 小到啊我生病发烧 跟上帝祷告 我哪来哪不疼了 我就睡着了 然后大到一些大的事情 反正大家都喜欢做见证 我觉得做见证啊 就是威卜足道了我们 能为上帝做的 那么一点点的工 我一直我读书哈 一直读到普罗市 在我25岁之前 我的生命里 我就是我觉得人 就是达尔文的那个创造 这个进化论 说人是猴子变的 然后就是来到这儿接触到教会以后啊 说人是上帝造的 我当时没办法理解 我觉得可能就是像说那个女 女娜古天 她用那个泥巴造人一样 就像童话故事一样 然后读到圣经里的内容 我也是不能理解 什么就是那个给上帝贡献什么动物 肉的时候上帝就喜欢 给上帝输菜的人 他就不喜欢 哎呦我觉得公义的上帝不应该是这样 还可以偏心 然后说 当别人的身手打你左脸的时候 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 我觉得我干脆做不到 我顶多他打我左脸 我不管手就不错了 就是上帝把我们要求的太太 我做不到那么博爱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 我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 就是为了每一周能去吃一顿免费的饭 后来那个教会总组织学生免费去旅游 然后活动的时候就去 没活动的时候就不去 然后我还发现 牧师在下面讲道的时候 我在下面能睡得特别香 特别安心 所以我去教会每次的目的都特别不纯 然后我感觉教会给我的所有东西 都是理所应当的 他们愿意给我嘛 然后我一直以来的 就是25岁之前 我的信念都是人定胜前 什么事情只要我努力 我就一定会得到 就像我来韩国一样 我特别特别想来韩国 我特别努力在中国学韩国语 然后拿到了奖学金 不用花家里花一分钱 我就来到韩国读书了 我觉得我自己是最厉害的 然后直到有一天 我遇到一个韩国语老师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就是免费的 就是谁要小学韩语 他就免费的教 每周他会教我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我说老师 我根本没办法理解 人和上帝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说你不用理解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他说你就像人和蚂蚁 你看蚂蚁 他们每天忙忙碌碌 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 他们根本不知道人的存在 但是你人在他上面看着他们 他们在做什么 你全部都能看见 他说上帝也是这样 你看不见他 不代表他不存在 他在哪 只不过是你不知道而已 然后我就忽然开朗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我开始慢慢地学会去理解 然后我第一次感觉到 有上帝的存在是 我学会祷告 那个时候吧 我丈夫在中国 我在韩国 然后我就邀请他来 邀请了三个多月 一直都在审查中 没有结果 然后特别着急 我说老师该怎么办 他说你去祷告 你跟上帝祷告 然后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 我的能力完全不行了 我就弄了点能力 我什么也做不了了 我只能跟上帝祷告 我说上帝啊 你快点把我老公 给弄他韩过来吧 如果你给他弄他韩过来 我就相信你的存在 我就受洗 然后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就有消息了 然后我老公是2012年底来的 我2013年 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受洗了 从此以后呢 我在生活的纷纷 方方面面都能感觉到上帝的存在 我老公刚来韩国的时候 我们俩是做墨夫妻 因为他被安排在我们教书工厂 做那个体力活 然后我在实验室 然后很远离的很远 只能每个周末回来一次 然后后来他来人川做买卖 也是他在人川 我在大田 他每个周末要开三个多小时的车 才能就是回家 回家待一两天 然后他每次回来都是半夜开车 我就特别特别的担心 因为开车时间又长 又累又困 然后我还不敢跟他打电话 怕打扰他 我只能做的就是祷告 我说上帝啊 保佑我老公一路平平安安的回来 然后我老公就这样来来回回 开了三四年的车 我们开废了两台二手车 就是里程秀太多了 因为每周都要跑 大田好像是将近二三百公里吧 然后我就 哎呀我就想 我又跟上帝祷告 我说上帝啊 什么时候能让我和我老公 天天在一起就好了 结果现在我们俩 不仅天天生活在一起 还天天工作在一起 我跟每一个祷告 上帝都是 他都在去听 然后后来我结婚 我们俩就是办了婚礼以后吧 一直没有孩子 给我婆婆急坏了 给我们买各种中药条理啊 我当时想怎么办 我还得求上帝 我说上帝啊 请你在合适的时候 给我个孩子吧 上帝没有在我学压压力大的时候 学业压力大的时候 给我孩子 也没在我就是经济拮据的时候 给我孩子 反而在我毕业了以后 我能修代心惨价的时候 反而在我们经济条件变好的时候 给了我一个宝宝 我觉得就一进来 就都是那么恰恰好 可能你刚刚祷告的时候 他没有马上给你 他在他觉得最适合的时候 给了你 就是最好的时候 我每天现在早上 我真的每天睁开眼睛 我觉得 我就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就是感谢上帝 我从刚来韩国 一无所有的一个小丫头 到现在我有家庭 有父母在身边 有儿子在身边 我真的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然后我发现有个规律 每当你周末去教会的时候 你就觉得一切都很顺利 一切都很好 但是呢 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 有一些比去教会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去做别的了 我们就不来教会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上帝 就会给我点颜色看看 让我知道 谁才是我生命的主宰 我生完孩子的以后吧 因为各种原因 就比较忙 我就不去教会了 但是呢 我那个时候就挂了非常严重的 惨后抑郁症 那个惨后抑郁症 你们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 肯定理解不了 我每天就脑袋里想 我怎么去死呢 我办公桌旁边有个 我是在四楼办公 我办公桌旁边都是个窗户 我无数次的想 我想从这个窗户跳下去 结束我的生命 我觉得我太痛苦了 我不知道这痛苦 完全来自哪 我就是很痛苦 我甚至有一次走到我们那个实验楼上 我就想往下跳 但是我理智告诉我自己 哎呀我有父母 我有孩子 我不能跳 就是把自己拖回来 但是我还是非常难受 后来 嗯 就是我每天都在心里哭 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的感觉 就在心里大声的哭 我在外面叫不出来 我就在心里大声的哭 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老公我现在太痛苦了 插后预意证太痛苦了 老公说咱俩接着去教会吧 然后我就去了 我发现哈 嗯 嗯 就是在去教会以后 嗯 我在教会里坐下来的时候 我就能 就是礼拜的时候 我心里能得到那种片刻的宁静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哎我就感觉好多了 好多了 然后就是那种想死的想法也就慢慢的驱散了 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力量 我说不我说不明白 然后后来把我大师姐她因为换钱 她总是跟地下钱庄换钱 不足正规的手续嘛 被人骗了两千万 然后嗯 非常非常的上火 也着急 很难受 每天都在跟我 嗯 说 我说师姐 你跟我去教会吧 那个就是 上帝能医治好我的抑郁镇 他也能医治好你的焦虑 然后师姐就真的我去了 后来那个因为就是这个换钱的事情 警察找过他 因为好像涉及到什么洗黑钱 嗯 我们教会的人都跟他说 你祷告 你跟上帝祷告一定会没事的 结果上帝就是 不是那个警察 就是找他去 问了一下情况 最后也没有就是 呃过多的去去去查 然后就这样平安的度过了 后来我师姐她也做那个化妆品代购 她每个州都要带好多好多化妆品 啊 就是那个从中国海关出去嘛 带回国内 他说呀 我一次没被查过 你知道我秘诀是啥吗 我说不知道 那我每次带过我都跟上帝祷告 让上帝保佑我 顺利通过 然后他觉得上帝给了我真平安 然后 嗯 我说我老公 我们俩刚从我们俩刚从泰国回来 嗯 中国人是落地前 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就傻眼了 半千镇的那个人呢 中国人把通道挤的都给拥满了 好几千个人都得用力的往前挤 我们俩夹在中间哈 回一回不去 呃前进也前进不了 然后有的小孩被挤的嗷嗷苦 还有人被挤晕的 然后我老公跟我说 老公说 你看哈 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将来接受最后审判的样子 嗯 挤在前面的人 我们就得救了 嗯 有的人呢 他们不愿意去挤 他们就在旁边坐着等 有的在地上打个地铺睡 然后呢 我觉得这些人哈 就相当于一些 他们 呃 知道有上帝 然后他们不愿意去接受的人 嗯 看见了主的救恩 但是他们不愿意去接受的人 那谁也帮不了你 你只能在那等 但是一趟航班接一趟航班 他们可能想等人都走过了 他们再去排队 但我们俩看是那种 可没有那种可能 你不努力去挤 你就 你根本挤不过去 然后 我们这些在队屋里站牌等的人 我觉得就是看见了主的救恩 我愿意努力的去 去靠近他 我老公说 我们只要过了前面那套门 我们就能看到泰国那么美好的风景 就像天堂一样 我们要坚持住 加油 挤了六个小时 我们挤过去了 结果跟我老公说的真是一样 我在挤的过程中是非常的艰难 但是过去我看到了泰国那么好的风景 那么多好吃的 真的是跟记了天堂一样 然后 然后还有一些人 跟我们这些站牌的人不一样的人 是一批印度人 他们来的晚 他们还比我们晚 我们晚 但是他们比我们中国人用力 然后他们比我们挤的更努力 我过关了以后 我发现怎么过关的全是印度人啊 中国人都在规矩的在那排队 然后 然后我又在想 这印度人是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是什么人 是 虽然他知道认识主比我们认识主 认识的晚 但是他比我们更和睦 这样的人呢 上帝更愿意去拣选你 他更愿意 多给你 就是 我记得圣经里好像有一句话 就是说 后来的人 他不一定就是靠后的 后来的人 你要是足够的去渴慕的话 你反而会比我们先来的人更靠前 然后 最近看到新闻说 那个武汉的肺炎不是很严重吗 我就看了 他说是那个从一种蝙蝠身上来的 一种冠状病毒 就是好多人 他们就是吃那个蝙蝠嘛 吃蝙蝠的时候 把那个蝙蝠的照片就塞到网上 我一看到那蝙蝠的模样 就是魔鬼的模样 然后 然后我当时我觉得就是 呃 现在为止哈 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就是 能够来 完全解决这个病毒的任何有效的办法 爱因斯坦他说过一句话 爱因斯坦是非常伟大的科学家 他说到一句话哈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他研究啊研究 研究到了科学的尽头 他发现了 他发现了神 他发现了神学 因为好多东西就不能用科学去解决了 去说明了 只能用神学去说明 去解决 我觉得现在也是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效要 我觉得我们的特效要就是 相信神 依靠神 坚定的 坚信 神会保护我们 会守护我们在国内的家人 然后 然后 嗯 嗯 我觉得就是 呃 上 在上帝那里我们能够找到真平安 嗯 嗯 嗯 因为就是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还就是还有好多的见证 包括我们到人川以后 也经历过很多事情 都是在上帝的保守下 我们平安的度过 嗯 嗯 时间都关系 我下次有机会的时候 再给大家做见证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 跟黄梦 黄梦恩 那个传道士 呃 报名做见证 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小的见证 天 上帝听了 他都会 关系的悦难 然后 嗯 也是我们 能为上帝做的事情 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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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